关注全美禁锈电子烟的最新消息 随着加州政府宣布 对美国知名的电子烟公司 转开刑事调查之后 这一家公司也正式宣布停止销售 部分被年轻瘾君子所喜欢 但被专家怀疑可能会致命的畅销口味 据我公司表示 未来将只会在允许贩售电子烟的州 贩售三种口味的电子烟 分别是烟草 薄荷以及薄荷烟草 至于其他水果口味 则已经从网站商店中下架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21岁以上的消费者 唯一可以买得到的地方 不过包含其他口味的烟蛋 依然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购买得到 除此之外 据我公司还宣布 暂停所有在美国的广告 包含广播 印刷品 以及数位平台宣传 主要因为美国疾病管制 及预防中心发现 电子烟已经造成全美21个州 总计26人死亡 且高达1299名患者 肺部出现严重损伤 且分析死亡民众的年龄层也发现 八成都小于35岁 这显示电子烟所释放出的 物化化学溶剂 能在短期内严重损害肺部 且可能引发的症状 包括呼吸困难 胸痛 咳嗽 发烧或腹泻 东四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